本地防疫措施放宽 国人上街无需戴口罩 自今年开年以来 人们对口罩的需求量少了至少四成 本台也发现了 由卫生科学局批准生产口罩的本地公司 同样减少 至少有10%也退出市场 其余不少公司则正寻求将厌恶多元化 这家本地规模最大的口罩制造公司 是在疫情下诞生的 防疫措施放宽 尽管需求已锐减40% 但公司表示不会减产 除了口罩 公司也顺应市场需求 推出其他产品 如空气过滤器和消毒液 这家公司则是在今年1月 核心业务有些起色后 回归印刷业 公司说当初投入口罩生产 并非为了谋利 但如果疫情反弹 口罩短缺情况再次发生 公司已做好准备 在两个星期内投入运作 成立两年的这家公司则透露 营业额过去三个月少了多达七成 但公司其实已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公司自去年就转移战场 创立了时装品牌销售女性服装 谢谢大家 级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